原來本人投訴你們的美食博覽會 有關的推廣上出了問題 第一,不公平 為什麼在尊貴的美食博覽會 有25元,提升到40元 當小弟今天進場到你面前 博覽會購物的時候 小弟肯定想欲捕 去到你們的自尊貴賓那裏 超顧的 但是服務態度相當差 沒有表達都沒有提示 如果手持25元的菲美 再添加15元 當然小弟肯定有25元的門權 才可以在場外展示 給售票職員購買40元入場券 誰知道購買付加多少錢 補加15元 這個很低樓 很低樓 很下流 經過肯定有些出鼓 為什麼呢 小弟來支持美食博覽會 是正常不過的事 若而 這個美食博覽關口 我知道是附加15元就可以入場 去至尊貴賓那裏 參觀位購買 不如這樣吧 你們一次過 將25元的門票優惠取消了它 完全由40元 入行門券40元入場 那就可以由小弟游覽至尊區與平民區的採購上 的學習上有所諮詢上的分別 請禁令小弟講中文講差 但是 小弟我覺得 有些要想 代全香港市民交代 就是 我們應該 全體抗議或者 要求取消40元優惠 一次過 要是由博覽會政府補貼 一人25元入場 這樣會覺得更加公道 所以 小弟 就 在網上發表言論 肯定是被人斬刺的 所以我希望 全香港市民 特區政府明白到 就是 今次的美食博覽會 要是 取消 每人25元以40元入場 另一個選擇就是 要求取消40元取消自尊博 冷貴崩區 每人 手持25元入場票 25元入場票 可以 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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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海外買家 和海外入客 將行潔性交流 包括友誼上交流 所以我覺得 現在 有份上網看我發表的謀論 特區政府認為 我是一個 借鑑太空科技 來挖眾取寵 來攻擊 任何有勢力 包括 地產霸權人士 一種所謂 叫做 極端手段 來 表現自己 我都不介意 多謝各位